还有一个画面 导播是一个钩子的画面 你就看到在这一阵混乱当中 大陆海警一个操作 我觉得也很厉害 要不要一个钩子咻一下 拉了一包东西过来 你怎么看待 说实话 打群架在混乱的场合当中 在路上都不是很容易 在海上更困难 你怎么看待中方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练过的 或者是说大家讲好的 怎么看待这个政法 我看他们不是打群架 那菲律宾的话 可能就是束手了 因为它有枪 它也没有去用 这七把枪通通没收了 八把 对 八把枪通通没收了 那这样的话 我认为那两个手指断掉 右手这两个大拇指跟这个食指 可能被夹到的 要砍的话 可能不会一下子把这个手 可能砍到肉 这个手肘或手背去了 不会说刚好砍到那个手指 可能这个样 可能因为船上毕竟有些 这些机械设备 什么的卡住 一弄之后就卡掉了 卡断了 对 那我们有几个特色 我认为第一个 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船的 这个橡皮艇 它是非常重视通信跟管制 你看它上面那三个白色的旗杆 就是那个我们讲的无线电的天线 你看每一艘船都有三根天线 这个就是无线电天线 那白色那是无线电天线 对 每一艘船都有最少三个无线电天线 非常重视通信联络指挥管制 所以大家这样的 这一呼吸引 这个绝对是在 有异地训练 整个这个沙盘推演 兵棋推演 各种可能的状况都熟练过了 所以这个菲律宾的海豹部队 他们海豹部队编制是很大 五百多人的 他是海豹部队也是特种部队 那海警刚才帅将军讲的 也都是训过特种训练的 所以这样子一上去之后 大家就驾心就熟 我们一看没有荒惯 直接又制服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特种部队菲律宾的 怎么这么弱 一下就被打挂 因为中国大陆是以强势 你看他一艘船有四艘船 因为这次菲律宾也是架势十足 他六艘船 而且他这次是有备而来 就是海警上路之后 他要来挑衅 而且他也不是用木船 他用这个钢制的这个船 看起来有没有 他的人员配备也很够 枪也有 但怎么一下就被打掉 那个中国大陆更强势 你注意看 你再看前方的 我们讲到这七位的 海警的士兵 海警的执法人员 你看他这么气定神弦的 没有那种慌张紧张 或者是在那边做掩护 他直接都强势执法了 而且底气十足 你看如果是人味慌张 是不一样 直接就地掩蔽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武器 会有一些威胁的东西过来了 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很特别 就是飞方指控 中方带的还说什么大刀 当然没有看到大刀 就有刀子 然后有钩子 有斧头 开山刀 还有长矛 你就觉得好像回到原始时代 为什么是这些工具跟武器 因为冷兵器 冷兵器 这是某种刺激 对吧 你看没有一个人带冲锋枪 倒是那个没收了菲律宾的八支冲锋步枪 是这个样 他没有带冲锋 就是完全是冷兵器 那就跟在中印边界一样 大家是带狼牙棒跟那个锄头跟十字稿 大家是这个样 因为规定是冷兵 他这个就是冷兵器执法 对有人说应该是这个防暴水手刀了 这个大概是出海的时候都会配备 对标准配备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很重视的是搜证 它立体搜证 你看它的前后左右是有这个无人机 在空中可能四爪的 你看它解析度是很高的 在这个上面都已经架好了这些无人机 就是搭配搜证 所以谁有那个整个证据的来龙去脉 一清二楚 又是强势执法 又有保持绵密的通信指挥联络 又有整个搜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就是在这一方面 掌握了整个节奏 他把整个执法的节奏 都掌握得具性迷移 按部就班 你看有条不问 并没有慌张 或者说你会看到说 有一个中国大陆海警人 执法人员落海 没有 你看他经过多大训练 这个方式你要跨体或什么 在这个碰撞当中人员会落海的 当然他每一个人都有穿 我们叫求生 我们救生背心 救生背心 救生背心里面可能搞好都有穿防弹背心 只是在里面我们看不到而已 是这样 反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按照这个海警三号令来做执法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菲律宾在这一方面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因为他要去做这方面的任务 任务的这方面的补给 他对情报的掌握 中国大陆会有采取哪些的措施 他事先没有把这些各种可能的情况 全部把它列出来 所以他变成了兵力担保 带着枪用不上 这张照片你就看到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训练有素 这张菲律宾的船 一下子整个不这样被包围 在这种态势之下 几乎是动弹不得 你就只能够束手就擒 要不然你还能怎样 你敢开枪吗 不可能的是 但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是南海茫茫大海当中的 一个小角落而已 刚刚帅将军讲得很对 你在其他角落 还有菲律宾其他船 也被包 所以那些画面 搞不好过两天又会出来 我们先看到这个角落 都让大家惊呆了 第一个大家觉得 这菲律宾特种部队 怎么会弱成这样 第二个中方真的是 这个阵仗啊 这个架势啊 训练有素 极快的速度 一下子压制 没有任何的悬念 我再统计一下 目前的总共战损 这一方是什么 两根手指头 七位伤兵 然后八支枪 对不对 还有一艘船被刺破 目前的战损 大概是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 维护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灰剑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